剛係沙田野菜打一搭贏馬的徐宇石 興曼幾匹機會馬都由大師傅拆騎 看來戰意都頗鮮明 苗禮德和馬雅的拍檔賞名率超過六成 興曼的香港精神和二威會不會是冷門之選呢? 自然輝王手配谷草千二米之王潘頓 開債應該不難吧? 各位朋友,明天有馬跑 明晚晚上九場 現在多數都九場 除非在沙田跑 這次又到跑甚麼難呢? 還有場地應該沒甚麼變化了吧? 是啊,幸好當日 剛剛五星期日也是天晴 今天我自己看都是天晴氣浪 留意這次用A跑道 A跑道有九場賽事 看來貴內A跑道尤其是谷草日賽那天 都是前置馬的好處 中內檔就有好處 一貫跑馬地賽事 不過留意這次賽前也做了一些疏水工程 看看他跑道會不會時間偏慢些 這次3T有多寶 3T有545萬多寶 第二口媽T有51萬多寶 讓大家量量量一下吧 另外更改大彩池 因為跑九場的關係 第一口媽T45場 3T567場 六環彩由第四場開始 第二口媽T67場 三寶789場 第三口媽T第八 第九場 這次沒有停賽騎士 復出騎士馬雅 不過這次呼覆上陣 都是潘頓和莫雷拉 這次我們選哪幾場去分析一下呢? 我們又量量一下 又關於這個3T 又第三這個 什麼媽T 因為選了第七、第八、第九場 全部都聚落底 聚落底也是一樣好的 又可以執政 到時看看 你們看 聶兄 聶方還是聶樓 還是聶 內外又不動 我們說的 沒有用的 內外又不是你騎 你騎 你騎才說 你走外面 走入面 你自己騎了 你落著那個 不關你的事 今次第七、第八、九場 有多些馬 我們先看看第七場的賽事 四分千二米第一組的賽事 都有些初出馬 5號的好馬 當然來自賀賢馬房 之前好好的馬都是這個馬房 還有7號的敬進高哥 來自丁冠豪馬房 不過這兩隻馬 試襲就不算很鎮 鋼斑馬 就有1號的快快友 羅富泉的鋼斑馬很醒神 天天贏 萬眾力德那些 馬上動手 看看這隻快快友 還要好檔 這次有很多初出的馬 龍蛇混雜的 很小心 這場馬 又比較容易 預測過步速 因為有隻危多福 在那裡 他例牌 例牌帶頭不定 而例牌很快 看看會不會 會不會有變 就不知道 不過過去都是這樣的 假裝的 有些馬要放在前面 就不夠他快 大純威 都不夠他快 以往都是喜歡放在前面 現在年紀大一些 又輕輕可以跟都可以 都有多少後追的能力 一點點 至於另外那些馬 那些馬就 闖一 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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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向他會流一流 這隻 他這樣跑法很吃虧 如果他搶上來跑 就很吃虧 就變成了 我們這個步速圖 看到得以佳作 頂了出去三疊 會不會這麼不好 坐牌做一個八檔 就是頂了出去 這隻都中間左右 中間左右 是拿不拿到二疊 還是三疊 要看看同場的環境 這場馬 快馬不是特別多 一扯扯開 很容易入到二疊的 得以佳作 很容易入到二疊 不是很難跑那場馬 有些馬比較慢的 對行之聲 手中間 總大排到這麼好位 都不應該這麼落後 這次 全名都不怕 他之前都全名了 一定在後面的 就是寶貝儀 好馬好馬 那些勁快聯盟 我想都縮到後面跑的 排著十二檔 沒辦法 闖一都是的 應該不會金錢的 不過這場又迷多福 可能和步速都正常 希望扯快步速來跑 那這場馬 我選了那隻 對行之聲 這隻馬轉去偉達馬房 實際是幾場馬都很適合 不過 千二又追不到 千四又好像又不是那麼厲害 那樣 支支支支 看一看他千二怎麼跑 不如 其實千二這一場 冷門來的臨場都有 樂菲那時 欺威心排著十一檔 打算千二轉去偉達馬房 都嫌短了吧 誰知道 其實他在外面衝上來的勢 都幾強 還要是叮叮噹噹拍輸了 因為這場見到裡面 偏偏君子 貼著欄 風繼續吹 衝上來的勢都不錯 但你說最強 就一定是這隻 對行之聲 強啊 這場馬真的是 嗯 好了 再看他千二了 對 你說沙田千二 那些級數來到谷草 應該高班一點了吧 看回這場 二話不說 團結必勝 都是咬住個好位的了 還有 對行之聲也是蝕著的 因為這場 步速不快 所以你說他衝上來 比起後面那些馬 都幾強 還有金發聲勢 升班都會贏 第四個筆 那看了神騷師和你談 那邊就是對行之聲 偉澤呢 很想看這隻馬交代的 你看看他這隻馬 穀到火噴噴 周身都脹肌肌的肌肉 養得很漂亮 毫無疑問 這隻都很想交代 好多這隻馬 講到神騷的觀感 你看 硬到你 真是硬著他 這些不是急 這隻馬是fit 很厲害 那 你知道 兩場千二都追得這麼好 那就轉去跑千四 有些馬就是這樣 你以為 短途都追得這麼厲害 長一點就可以了 那不是這樣算的 長一點他沒有追得這麼厲害 反而 因為你跟都跟不上一下 有些馬的力 不是一定 大部分的馬都是力短的傾向 所以 今次 縮回來 跑馬地 跑千二 那他有些很彩數的 這場馬 預計有快捕速 那些馬 一拉山來跑 他就好跑的 一拉快來跑 怎麼說 這個正常 所以我們優先考慮這隻馬 另外一隻馬值得重視的 就是那隻董大 他贏馬多次都很漂亮 但最近跑得不太漂亮 每次都躺了出去 不知為何 總之那些裸位很不理想 回來還說要善明 那樣 他又怎麼跑 如果你看回董大 要不需要繞到這麼外 跑馬地這麼洩 很難跑得好的 同場裡面 沾沾身 沒有什麼位 那隻寶貝爾 如果你看回董大 其實那段 沖上來的勢 甚至是在做全場最快的 那段時間 可惜 不過真的太虧了 所以只有第四 你說他善明也好 什麼也好 他操練也很正常 整個拍一拍 拍一隻總統之聲 朝早他都OK的 無樣都 他不是一隻很壯身的馬 朝早他又不是火噴噴那些馬 你看田泰安 這一課是輕書無頭 很慢的時間 但是姿態都沒有什麼 都很順 總之課程那樣東西 都沒有什麼問題 你知道 這個馬房用到田泰安 都劣手劣腳的多 至少拍檔贏了大比 是吧 雖然有些馬 他是浸你 上進之聲 四集贏六個馬位 就浸你 也有的 不過呢 大部分情況 用三哥 都是 都是拼命的 都是那些格 三哥 加上這次的檔位好 不用像上次那樣 這次排得這麼漂亮的位置 不用繞了吧 真的 三哥都懂得跑的 雖然他的跑線 就不在內蘭 不過呢 排得這麼好的位置 有時他都不一定繞出去的 所以呢 這個馬 揣名也不怕 還怕什麼 這樣 講錯了 是吧 最壞到不壞 揣名 就是這樣了 另外那些馬 又輸到你 都忘記了他 就是大純威 但是呢 其實他都 算過了數 一輪不行 減分 減分 他現在減了很多分 今次呢 還加上一個 再減減綁 所以呢 這麼輕綁 是啊 他以前重綁的跑都不壞 大純威 我們看看他 大純威怎麼跑 這場 一一零的跑分 這組很久之前 一一零是十月的場次 但是你看回 當時的對手很強 當時的有心有形 沒有問題 那時候 下到兩倍都沒有 就開跑同場 可以看到 你知道我勝 之後又是衝到上三班 大純威那時候 背著重磅 一二七磅 他都不是帶頭的 所以這隻馬 證明他 跑馬尼千尔 是有能力的馬來的 只不過 真的可能不夠輕磅 進步就不多了 這個都說完了 最近 這個閘不斷輕輕給兩步 好啊 這個閘試得漂亮 現在這隻馬 拍著一些神朗金剛 開心疏彩 他本來 這個大純威 他有些不怕的聲音 本來是這樣的 所以他戴了頭套 出閘就安全一點 試過除了頭套 一開閘就啪一聲 他就一閘了 試過這樣 但現在習慣了 不怕了 沒什麼問題 身很漂亮 剛才拍出來 萬功夫 習慣了 有些馬很有趣 沒有了頭套 去跑 一來 那些馬也有些反應 有時候 那些馬不一定要推它 騎它 有時候 噓它也會走快一點 可能 真的 真的 每次都臨 最後都輸 這次臨終 沒有了頭套 出閘了 可能人家追上來 喝兩聲 捱了那兩步 也不一定 所以 這次都要加入考慮 是的 馬很害怕聲 所以 為什麼放頭 沒有動作 沒有動作 為什麼動作 做些怪聲 他就拼命走 有些應流而放 我沒有動作 我拉緊的 沒有坐下 坐一聲 嚇一聲 嚇一隻馬 走光 很多狡猾 我多得不得了 說給你聽 還有一隻馬 都很新的 只能留意 那隻得以佳作 挺好看的 這次 Kini有個數據 關於姚本輝和 這次出動到莫雷拉出手 姚本輝和莫雷拉 三月合作成績總數有六匹 兩管欣雅兩季 三十三百分比 上名率超過八成 大家都知道 最近姚本輝都急急腳 都有一些公勢 之前那些玩具達人 都找到莫雷拉營 我也知道 閉哥 這麼快已經有表演 文大哥這些 沒得談 還留下家 所以這一兩年 沒錯 掃光了功夫給你看 有多少在手 都很厲害 看看這隻得以佳作 這一場怎麼拍 得以佳作這一場 很厲害 同場可以看到董大 董大咬著一個好位 看到得以佳作 其實早段 因為排著十一檔的關係 所以要縮著來跑 但是中間 他的追勁都不和多樣 你看他 對呀 追上來很強的 隔壁一步 都有入Q的之下 好款的 你知道這個馬房 很多馬都漂亮的 這個馬轉來得很快的 你看他乖乖的 乖乖的 很好跑的 薑口都沒有什麼問題 不浮不燥的 吳莫雷拉都親自跳了一步 當然 這些馬還有進步空間 你說他現在 是不是很漂亮 好像有這些 你說是騙你的 不過 今場 有到莫雷拉跑 這隻馬也OK 很聽洗的那些馬 所以我覺得 都不難跑的 值得是兼顧的馬來的 那這場還有一隻快快有 看看降班 但是你說功夫有沒有辣 又沒有 沒有 這隻馬他健康有個問題 這隻馬不減辣粗 不過 我們神粗的觀感 就覺得這隻快快有 是生猛了 就是這樣 究竟會跑成怎樣 我不知道 因為這隻馬已經是健康 很有問題 一載 是很失望的出去跑 完全不知為甚麼 我看不到 只是指揮神粗的觀感 覺得 不錯 樣子有些活力 只是這樣 只是靠不住 就是這樣 不過你喜歡 3T美軍 大家看看 會拖滿 兼顧也無妨 排得這麼漂亮 就是這樣 如果這場我們選膽 選哪隻好呢 我喜歡對行之聲 的形勢應該幫到他多少 這次第七場 就用11號對行之聲做膽 拖回2號董大 10號大巡威 還有6號 燈二階作 連應給位置 CQ共六絕